大家好,我是爱做菜的胖阿姨 今天我要给您做一道菠菜拌粉丝 怎么样处理这个菜 特别是菠菜,我有一个小秘密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火打开做水 这个水已经开了 我们现在准备焯菠菜 这个水里面要放一点油 我们这个油放完了之后再放一点点盐 那么我们放盐和这个油 是让菠菜颜色更翠绿 开个一两分钟就可以了 我要把粉丝 看它煮里面 粉丝煮个一两分钟就可以了 好 这个粉丝一定要捞到一个凉水里面 不然它会黏 那你拌菜的时候因为你这样的粉丝 你不用凉水把它焯一下的话呢 它就会都粘到一起了 你看它就这样的 然后用这个凉水 看 好了我们的菠菜炒好了 粉丝也炒好了 现在呢我们来炒蒜香 把我们切的这个蒜末到里面 看它这个蒜啊 现在已经被颜色了 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要调汁 首先蚝油 还要放一点麻油 鸡香 还有这种麻的感觉 再放一点香醋 现在我们再放一点酱油 还有 这是盐 放一点点盐 再放一点糖 把我们炒香的这个蒜汁 倒到这个我调的这个汁里 搅拌均匀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菠菜 粉丝放里面 让它都入味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想让我们老百姓在自己家的厨房里就能把它做出来 这难度 82岁高瘦的皇帝有什么样的养生秘诀 那么高瘦了之后还有这么多精力呢 应该有什么秘方吧老师 健康饮食 服从口入 让我们一起进入本期探秘长寿皇帝的养生菜 观众朋友 在这儿呢 老铁为大家插播一条好消息 明天中午老铁会准时开启欢度小年看直播抽好礼活动 只要您观看直播参与互动 就会得到丰厚大力 而且是包邮到家 现在就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添加栏目微信 进入观众微信群 就可以获取直播链接 明天中午您点击这个链接 就可以观看直播 健康饮食 服从口入 吃出营养 吃出健康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铁峰 今天给我们分享养生菜的 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 国家高级营养师 您的健康管理专家 阮老师 阮英平 国家高级公共营养师 中医健康管理师 国家高级健康管理师 阮老师您好 铁峰老师您好 同时欢迎两位健康观察员 阮老师 我今天听说您要在我们节目里 把历史上这些长寿皇帝的养生菜 搬到我们普通老百姓家的餐桌上来 今天我要说的这位皇帝 真的不是一般的皇帝 是一位特别的皇帝 而且这道菜也是非常非常特别的菜 这道菜它既有食疗的效果 它又好吃 而且经过改良以后 做起来还很方便 咱们自己家的厨房就能做 那么到底我说的是哪一位皇帝呢 这儿我就先卖个关子 您又卖关子 我经常卖关子 我想让我们两位观察员来猜一猜 正义做好准备没有 我肯定做好准备了 小脑瓜里都是小皇帝像走马灯 刷刷刷 还刷刷刷呢 而且阮老师说了还是一道好菜 我肯定得猜出来 阮老师说了 这个首先是一个长寿的皇帝 对 中国历史上皇帝那么多 你怎么想啊 你得挑长寿的想 对 长寿的皇帝你想起谁了 乾隆 我就知道你肯定想起他了 对吧 因为我也想起他了 八十九岁是吧 对对对 八十九岁的乾隆 被认为是我们国家 古代历史上 算是最长寿的皇帝了 但是啊 但是今天我要说的这位啊 还不是他 还想到谁了 你们接着说 没了 没了 要我说 我觉得他这个脑海里 现在应该只剩下 各种各样的好吃的了 什么蒸羊羔 蒸熊掌 蒸鹿尔 烧花鸡 烧花鸭 烧紫 行 好了 你这就捣乱了 你赶紧猜是谁吧 你觉得这个猜可以 但是阮老师 你能不能再多给我们点提示呢 还得要点提示是吧 嗯 我今天要说的这位皇帝啊 我刚才也说了 非常的特别 特别特别 他就特别在他的性别上 啊 我知道了 女皇武则天 哈哈哈哈 完全正确 不过说到这个武则天啊 大家确实都知道 一说女皇 性别上 那可不就是他吗 对不对 武则天那个名字叫武照 创造的一个字 对 他是中国历史上 唯一一位女皇帝 他享年82岁 在古代的历代君王里面 他也是知名的高寿人 嗯 而且他养生很有手段 是 是非常值得我们后人研究和学习的 但是有一点 啊 张老师 哎 皇帝 古代君王吃的养生态 嗯 你想一想 啊 他一般都是顶级的大厨杖手 嗯 那做工 那得多繁复 多考究 嗯 是不是 嗯 你想让我们老百姓 在自己家的厨房里 就能把它做出来 啊 这难度 啊 就是说难度很大了吧 肯定很大呀 我觉得 武则天呢 她是中国历史上 唯一的正统的女皇帝 她除了高寿 82岁之外 还有一点特别惊人 就是她当年是67岁继位 这个年龄是所有的皇帝当中 年龄最大的 没人超过她 嗯 哎 我记得古时候有一句俗话叫 人生七十古来西 您说武则天他都要奔七了 他还有精力去总览这么一国的大小事物 而且还创造了正观一风的社会繁荣 那别的不说啊 就他这份经历 他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 您说对 真是这么回事 嗯 我记得那个新唐初说的武则天啊 虽然他这年龄大了啊 七个十岁的人了 但是他非常善于调养 可不是吗 左右侍奉他的人呢 都觉得他这个人呢 非常年轻 嗯 而且还不知道 他为什么这个人不显老 嗯 这是非常难得的 嗯 不过我特别想知道 武则天为什么他那么高瘦了之后 还有这么多精力呢 应该有什么秘方吧 老师 嗯 真一这个问题啊 问到点子上了 女皇武则天真有什么秘方吗 据我分析啊 她的养生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秘方 而是一系列的非常高明的养生理念 这个武则天的一生当中啊 年轻的时候 加进英识 那加进英识的吃的东西当中 哎 这个蛋白质的摄入量就非常高 嗯 所以就给他打下了坚实的身体基础 那么年长之后 呃 差不多在二十五岁的时候 又吃了几年的感夜寺的摘饭 哦 对 他出家当尼姑了 当尼姑 那这个阶段 肯定是全素食了 嗯 后来呢 他又跟唐高宗在一起 那么这个饮食上 以精为主 都是极为精致的食材 因为这唐高宗啊 身体不好 药食同源的食物 用的他就比较多 而且到了再大点的年纪了 武则天这会儿 他又提上什么呢 松食了 那他的这种饮食结构的 一个大幅度的变化 对一个人的健康 是非常有好处的 嗯 阮老师 其实今天您说的这些啊 我觉得 在医疗健康领域里 有专闻机构 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做过相关研究 有证实 这个饮食结构 改善的时间越早 你坚持的时间越长 对寿命延长 作用越大 您说到这一波 想起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家里 做菜用的这个油啊 现在咱们大家都用什么油啊 我给大家说说 用过大豆油吧 菜籽油吧 花生油吧 色拉油吧 各种各样的油 有的用点猪油什么的 那用哪一种油好呢 大家这个时候啊 这脑子就跟正义 刚才说皇帝啊 走马蹬的就开始转了 这些油 阮老师说的 用哪一种油好啊 其实我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 这个答案就是你要不时的换一换 为什么 因为这个油啊 不管哪一种油 各有优缺点 你不时的把这些的油换一种 才能让我们的营养更加的均衡 这个就属于什么呢 饮食结构的一个微小的改变 这个对健康的是非常非常有利的 真是您说这样 在我们生活当中 很多人发现 自己某个指标高了 比如说血糖高了 血压高了 这时候第一想到的问题就是 我饮食上是不是得变一变了 对 以前的饭菜 我是不是吃的不对啊 人们立刻主动的想到改变饮食结构 对吧 那么我们具体应该如何去改呢 这个大家不用担心 也不用急 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都能够得到科学的饮食指南 我们这里有三千多道健康佳肴 等着您来收藏 今天吃点啥 今天怎么吃 吃什么才健康 这些曾经的难题 再也困扰不到您 观众朋友 在这儿呢 老铁为大家插播一条好消息 明天中午 老铁会准时开启 欢度小年看直播 抽好礼活动 只要您观看直播参与互动 就会得到丰厚大礼 而且是包邮到家 现在就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添加栏目微信 进入观众微信群 就可以获取直播链接 明天中午 您点击这个链接 就可以观看直播 老师这么一说 其实我就明白了 就是我们的身体 就是也希望有一点新鲜的东西 就跟我一样 是吧 你总吃一样东西 总吃总吃 总我得腻嘛 对对对 你看着武则天 人家是年轻的时候 家里条件好 什么都吃 对 山珍海味的 后来人家赶夜寺 吃过摘饭 跟着唐高宗 吃过宫廷饭 吃过养生菜 对不对 瞧人的饮食结构 对不对 人家那种饮食结构改变 那才叫真正的改变 不过呢 我说这些啊 我倒是挺好奇 好奇什么呢 我就是好奇咱们阮老师啊 他到底会把 长寿女皇的养生菜 搬到普通家庭餐桌上 用了什么手段 他到底用的是哪道美食 好嘞 今天的美食啊 我之前呢 就交代给咱们厨师准备了 总共两道 两道 分别代表了 武则天 年轻时和年长以后的饮食风格 一道菜是什么呢 是他年轻时的雪月桃花 还有一道呢 是他年长之后的假宴菜 那当然了 为了能让大家呢 在自己家的厨房里 这两道菜都做得出来 那我在食材的选择和烹饪方法上 上面的话 年轻时的一个 一道人 大家这一道用的 是 藉口 the 然后 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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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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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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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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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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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栋� 叫牡丹燕菜 它就是源自于武则天的这道甲燕菜 那洛阳牡丹家天下嘛 不是有那个牡丹吗 牡丹燕菜 就是把那个牡丹花 加入到这个菜肴里头 哇 看上去这道菜呀 鲜艳夺目 色香味俱佳 当然了 这个制作工庇也要复杂一些了 任老师 咱节目进行到这了 是不是应该看看广大微友都提出哪些问题了 行啊 来看看吧 好 老师 我这儿还有一条微信 这个微友楠楠说了 说他这个正在洗碗的时候 胶皮手套突然漏了 想问问你应该怎么办 你说胶皮手套漏了换一个呗 对 换个新的就行 对啊 我跟你说 杨老师 这种事我经常遇见过 你在生活当中啊 这个手套 你要是尾部漏了还好说 手指尖漏了 你手套可惜了 十几块钱买的 洗碗也不太方便了 漏了 那能说扔就扔吗 那么电视机前观众朋友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 生活当中 我相信你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 那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个小问题 开始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妙招 这胶皮手套啊 如果说有了漏洞了 你直接把它扔了 非常浪费 这位朋友 我教给你一个好方法 您看 胶皮手套用到的是拳头 上头基本上用不到 如果说胶皮手套漏洞了 那么我在上头这个地方 我可以把它剪出来一个小窟窿 然后呢 我要多少呢 我就是要这么一小块 圆手套上头的胶皮 然后这个胶皮 我就把它粘到有窟窿的地方 这个地方有窟窿了 我就用点胶水 把它抹上点 这块小胶 我把它粘到在上头 抹匀 粘完了 我把它压实 这胶水啊 不能涂得太多 涂得太多呢 粘不住 你看 现在就粘住了 然后呢 用剪刀 把这个翘起来的地方呢 我们稍微把它剪去 把它修得漂亮一点 那么这个补丁呢 我就把它打好了 然后下面一个作用是什么呢 这里我刚才不是把它剪了一个窟窿吗 我们用完的手套 可以通过这个窟窿挂在墙上 这方法还是很实用的 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 日常生活当中 一切困惑都可以